就在川习会章登场的同时 却传出了美国总统川普 再度把围墙跨到了机场 先前他为了防止恐怖分子入境 签署行政命令 停止对六国公民核发入境签证 那么现在根据最新消息 美国正在考虑进一步采取入境极端审查 包括了台湾在内的38国免签国人民 未来访美的话 可能要先交出手机通讯录 脸书的账号密码 还有个人金融资料 如果不配合 将不被允许入境 美国壮丽的大傻谷 还有象征民主和平等的自由女神像 不管您有没有去过美国 这样的场景一定很有印象 但如果未来您想去美国 心情恐怕会大打折扣 因为在还没感受大苹果魅力前 美国海关会叫您把手机交出来 调查脸书密码 你很吓吧 为什么 因为那不是个人的资料吗 查里面的内容那就有点不太突充我们隐私了 美国人一直都是这样 我之前去的经验也是这样吧 他们总是对外来客 尤其牙医的人非常的恶劣 民众感到惊讶 不外乎就是隐私被侵犯 因为美国总统川普要防止恐怖分子入境 正考虑进一步采取入境极端审查 只要申请入美签证的外国人将要严查手机 受到影响的有参与美国免签证计划的38国 除了日本南韩英国法国之外 还有台湾的短期观光客和商务旅客受了影响 如果聚焦手机对不起 您可能会成为美国入境黑名单 说假设去美国观光就必须要把自己的个资 还有个人资料保护全部都提供的话 我相信这会违反很多的这些大家邦交国本来的这个友谊 没有办法去解释美国的政策 但我想相关的我方的立场 我们透过我们的很好的沟通管道 随时都有跟美方在做联系 事实上美国海关严格是出了名的 但在2015年编检官员收查手机不到5000次 但到2016年就暴增到约25000次 光是今年2月就有5000只手机遭收查 川普若把围墙搭进了国家门户 外界预估 恐怕让日渐萧条的美国观光业再度重创 欢迎新闻罗里小黄金舟 台北报道 欢迎订阅